那么这回呢,咱们来画这样一个图,然后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它是用数学啊,是怎么样进行表达的 假设说呢,这个π啊,就表示着我们给定的一个状态下,然后的A的一个概率的分布 就是说,对于给定的一个状态下,可能我们有两种或者是多种这样一个A的一个动作分布的一个概率 然后呢,咱们再做这样一个事儿,就是说要算一下我最终啊,能够得到的一个期望 或者说最终能够得到的一个状态的一个价值函数等于多少 我们看,用这个就来表示着咱们的一个价值函数啊,我们看,这是算的什么啊 算的是当前的一个状态S,在当前状态下,我可以获得到的一个期望 或者说获得到的一个,就是获得到的一个回报吧,或者是期望,它是等于多少的 然后呢,我们看啊,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件事儿啊,我们需要做一个限制 就是说,咱们的一个动作空间啊,和一个状态空间,都是有限的啊 你是有限的,才能去计算,你要是无限啊,这东西就没办法计算了 所以说,我们做了这样一件事儿啊,咱们的,咱们做了一个假设 动作空间和状态空间啊,都是一个有限的集合 所以说呢,我们就能够去求这样一个期望值了 求这样一个期望值,咱们怎么样去求呢 首先啊,咱们来看一下 对于这个来说啊,我现在画一个圆圈的 它不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一个,动作的一个概率分布吗 那它的意思啊,就是表示着,当前我选择 比方说,这里我可以有两种动作吧 一种动作叫做A1,另一种动作叫做A2 我们对于每种动作都有一个概率值吧 我们可以把每种动作的概率值都考虑进来 比如说,我A1这个动作,我达到了一个状态 那是不是说,我用A1这个动作啊,我可以得到一个及时的奖励啊 我们看,这一块啊,这一块呈上了一个RSA RSA呢,就表示着是一个及时的奖励 也就是说啊,这一块有一个求累加合嘛 就是说,我的一个及时奖励它是等于多少的 对应于不同的一个概率分布 那么后面是什么呢 刚才咱们来看这个标门方程的时候说了这样一件事 就是说当前状态的一个价值啊 是跟下一步的价值以及当前的奖励是有关的 那么第一步啊,咱们这个RSA表示的是当前的一个奖励 后面呢,就是一个后续的奖励 后续的奖励我们看,这一块啊,加上了一个折扣因子吧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加上一个0.8 就是说后续的一个奖励啊,其实它是有一个折扣的 然后呢,后面还有这样一个概率的一个转移矩阵吧 这个转移矩阵啊,就表示着这样一层含义 就是说,在我当前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当前状态是S 然后执行了一个A的操作之后 我达到了另一个状态 得达到了另一个ST加1 比方说现在是ST 接下来我达到了ST T加1,我达到这样状态的一个概率值是等于多少的 那么这一块呢,就表示着 就是说我执行完一个动作之后啊 我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概率转移矩阵吧 这个转移矩阵里边包含了很多种的一种情况 然后对于每种情况呢 我都会算一下啊,咱们这个其实相在什么 这个就是相当于咱们刚才说的Belman方程里的下一步吧 那么其实这一块计算的就是咱们下一步的一个奖励吧 我们看这是当前这个状态的奖励等于什么 等于我们第一步,第一步乘上这个RSA 第一步相当于即时的一个奖励 第二步乘上什么,一个VS'吧 这样一个S'相当于什么 S'相当于是下一个状态的奖励吧 所以说也就是说这个描述了是咱们的一个Belman方程 在这里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动作的概率分布 然后呢,先算一下对于这些概率分布 然后我算一下当前的一个即时奖励是什么 然后再加上一个对于我们一个概率转移取证 再成为来对于这么多种可能性带来的下一步状态 那么下一步状态还是能够带来一个回报吧 就是说当前的回报再加上这样下一步的回报 直播说呢,这里又加上了一个折扣因子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当前状态下的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回报的一个期望值是等于多少了 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得到的一个价值函数 就是对于当前状态它的一个回报的期望是等于多少的 其实呢,它就等于这样一个事儿 就是等于当前的一个即时奖励值 再加上下一个状态下所带来的一个可能的一个期望值是等于多少 这个就是咱们最终啊,对于当前状态的一个结果 其实呢,它就分成了这样两步 当前状态和下一个状态所能带来的价值 就分成这两步啊,就可以了 然后呢,咱们举这样一个例子啊 来说一下这个贝尔曼方程啊,做了一件什么事儿 这个例子啊,就是有这么一个事儿啊 这个事儿其实呢,我们看这里啊 有一些什么Facebook啊,还有Quite啊 还有个Sleep啊,还有Study 就是说,对于一个人来说啊 他可能有一些想干的事儿 咱们把这些想干的事儿啊 就当成是一个Action吧 就是当成一系列的动作 咱们就不具体去说 他是做了Facebook什么事儿啊 睡觉啊,还有或者学习什么事儿 咱们就把它想象成不同的一个动作 然后呢,画圆圈的 我们看这里有一些圆圈 这些圆圈啊,就表示着一个不同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这个状态啊 我说它是一个S5 然后来表示着它当前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对于这样一个状态啊 比如说,我在S5战的状态里边 我们看,我下一步是不是可以有个分支啊 我可以往下进行一个分支 也往上进行一个分支啊 也就是说,在这里呢 我可以进行两种动作的选择 两种动作的选择啊 可能会使得我最终的一个结果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块有个方框 这个方框的意思啊 就是说,当前这个状态啊 已经达到了一个中止状态 在咱们的一个状态里啊 是不是状态是有一个有限的集合啊 不可能就是说无限的这样下去 所以说,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中止状态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stop吧 这个方框就是说,它是一个中止的状态 然后呢,是不是说我这个S5啊 假设说我执行了一个学习的操作 我就达到了这样一个中止状态 然后呢,我进行了一个另外的操作 我还没有达到这样一个中止状态啊 有一个中止状态 还有一些其他状态 然后呢 这些状态里啊 我们看这有个7.4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2.7啊 还有这样一个-1.3啊 这些啊就是表示着 我做一些事可以带来的一个奖励值 分别是等于多少的 就是表示着一个即时的奖励吧 然后呢,咱们就来看一下 就是说,现在啊 咱们就不说咱们这个额外三个圈是什么状态了 反正它就是其中的一种状态 现在啊,假设我就是在这个S5这个状态下 我在S5这个状态下 我就想通过这个Bioman方程 去计算一下我当前啊 这个,在我当前的状态下 我想算一下我的一个潜在能获得的一个回报的期望 是等于多少的 那我想算这样一件事怎么办呢 是不是说 首先啊,我要算一下 我看我先算的是我的一个概率的一个矩阵啊 就是说,不是概率矩阵 就是说,我对于我的一些动作 我们看这块 比如说,往上是一个动作 往下也是一个动作 我能选择两种动作吧 所以说,我有两种可能性 在咱们这里呢 既然有两种可能性 我先把这两种可能性给它写出来 对于咱们的一个公式啊 就是说,我们看 S5A3 S5A3啊,其实咱们就这块说它是A3吧 S5A3就是说,我往上走 它的一个概率是等于多少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认为先是这样做假设的 你往上走和往下走啊 它的一个概率值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看啊 咱们先看往上走 我往上走说明我去学习了 我去学习的时候 然后呢,我潜在能获得多少奖励啊 这有个R等于10 是不是说,我往上走去学习 能获得一个奖励等于10的一个指标啊 所以说,这块我们就先算了一下 这个啊,就是前面的 表示着咱们的一个是 概率的一个大小 就是说,在S5这个状态下 让我执行了A3这个操作 它的一个概率值是点多少 我们认为往上往下都是0.5 所以说,它计算完之后啊 就是一个0.5再乘上 乘上什么啊 乘上它的一个即时奖励 即时奖励就是说,做这件事 我可以得到R等于10 再乘上10啊,得到这个东西 那我们刚才说 这个Belman方程的时候 是不是这么说的啊 当前状态的价值和下一步的价值啊 就是当前的奖励 和下一步的一个价值的奖励啊 那我们看啊 当前走完这一步之后到哪了 到stop了吧 到0了 到stop了是不是就停止了 它有下一步了吗 它就没有下一步了吧 所以说到这一块啊 咱们就完成了 对于上面这个分支 对于A3这个操作 咱们就完成了啊 走这一步 不光能走这个A3吧 我们还可以走 假设说我下面还是有一个A4 我们还有一个Action等于A4 那么这个A4呢 它的一个概率值啊 还是等于0.5吧 我们先认为 它往哪走的一个概率 都是一样的 假设说它往A4走了 往A4走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说在A4走 走到了这个圆圈吧 走到了这个圆圈里啊 我们来看 首先就是说 这是一步当前走一步吧 走到了这个圆圈 这是当前这一步 这一步呢 这有一个POB POB啊就表示着一个Public 表示着我去写论文了啊 写论文 然后有个奖励 是等于正一的 那走完了当前这一步 我们是不是有个 即时奖励啊 所以说 这一块啊 有一个概率值 这个概率值还是等于0.5 往上往下都是0.5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A4 就是有个即时奖励吧 即时奖励等于几啊 即时奖励等于这个1吧 因为我们做了这样一件事 它有个即时奖励等于1 用0.5呢 再跟1相乘起来 再跟它加在一起 然后啊 我们看到这个圆圈的时候啊 是不是没完啊 我们还能再往下走一步吧 再往下走一步 我有不同的一个概率分布 以及呢 我有不同的奖励值 那在咱们说 这个Bioment方程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说的 跟我下一步的一个价值 以及当前的奖励有关 所以说 我还要把下一步的价值 给它算进来吧 下一步的价值 我们看这个概率里边 这块是不是有概率转移取证啊 这个概率转移取证 是不是说 我在下一步的时候 我有很多种分支啊 我要把这些分支 都考虑进来吧 咱们在这里都把分支考虑进来 我们看 这有三条线 比方说我标个号吧 123 然后对于这个123 三条分支 它的一个概率值是不同的吧 对于1分支是0.2 2分之0.4 3分之也是0.4吧 所以说 在这里呢 我需要把这三个分支 都考虑进来 按照咱们刚才的公式呢 这三个分支 我们有一个累加核的操作吧 所以说 在这块里边 我们看 有一个0.2 有一个0.4 又有一个0.4 咱们试把啊 把这些分支啊 都给它加在一起 然后去进行一个 然后把这些分支啊 都加在一起 然后去进行一个计算的啊 就在这 这样一个 就是这样一个0.2 然后0.4 还有0.4 咱们看上面这个黑色的吧 黑色红色啊 其实是一回事 只不过红色 把它们写在一起了 把这个 叠换了一个顺序 咱们就看这个黑色吧 这里我们看 0.2的时候 它是不是 对应着一个奖励值啊 然后0.4的时候 也对应一个奖励值 然后这个0.4 也对应一个奖励值啊 就对应着咱们公式里边 对于下一个状态 所能带来一个奖励值吧 下一个状态 对应奖励值 这一块已经写出来了吧 下一个状态 对于这个1来说 它是-1.3 对于2来说 它是2.7 对于3来说 它是7.4 我们就可以把 这些状态的一个奖励值 都拿出来了吧 这块我们看 1 0.2乘了谁啊 乘了下一个状态 所带来奖励值 -1.3吧 所以说用0.2 乘上这样一个-1.3 然后呢 0.4 是不是再乘上这样2.7啊 0.4乘上了2.7 后面这个0.4呢 也乘上了 乘上这个7.4吧 就是又回到这个位置 再乘上7.4 那我们最终啊 就可以得出来这样一个结果 最终等于多少 最终等于7.4 那么现在啊 咱们就算出来了 就是说 对应于啊 当前的一个状态 我所能带来的一个 所能带来的一个 回报的一个期望 是等于多少 那么这个啊 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 一个Bioman方程 这个Bioman方程里啊 咱们就是啊 做了这样一个定义啊 咱们刚才也说过好一遍 咱们就不再说了 公式啊 刚才给大家解释过了 就是当前状态的奖励 加上下一步的一个奖励 直播说呢 咱们在例子当中啊 没加这个东西 没加上一个折扣的系数 如果说加上一个折扣系数啊 我们可以在这 再写上 再乘上一个0.8 或者再乘上一个0.6 我们也可以啊 对下一个状态 再进行一个打折的操作啊 这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啊 就是一个Bioman方程啊 它是什么意思